好 那么我们来播放看看 好 我们是那今天历史影像平台 也就是我们在水宝局最后的这个月呢 我们其实做了很多的讨论 然后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背景 跟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平台跟资料是持续联动的 那同时在过去我们可能前几年做了一些专案 还有现在我们其实还有蛮多照片 不管是定位的任务包还是持续的收集照片 其实都一直有在进行中 那当然我们在下个月转身成新的单位的时候呢 应该也会持续下去啦 对 那在中间有蛮多讨论的 就是包括我们今天跟近期的一些成果 还有像是建议的问卷 其实今天的时间真的是有点短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什么想法 或者后续在线上的一些共笔 以及我们像是很多的一些案例 或者说文字跟后续延续的一些专案 比如说像我们前年总统被入选的 我们目前的案子也是持续的一步一步 用比较慢的速度在推进当中 那这就表示说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不是因为它已经结案了 或者说我们已经获奖了 那它可能就变成是一个专案孤儿 就会很可惜 我们其实有持续的在往前推进 包括说很多像临时小学校 或者是一些失陪跟一些交案的操作 那只是说这些很多东西 可能没办法在今天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跟大家分享请教 或者是跟大家互动 那我们在讨论了很多的一些课题 包括说我们这些资料要怎么去处理 在于说我们在既有的一些照片 它没有定位的情况下 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去结合在地 包括今天认识的像在石刚的伙伴们 或者是之前其实有像黄熙 或是像别熙有其他专案的一个部分 我们也想说后续如果大家能够愿意介绍 或者是有兴趣的人 可以跟在地去做一个结合 那以及像有一些其实后续的灾害 我们回去会去想说 它之前是什么样子 但是在很多的资料来源 我们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全去收入进来 那所以因此在可能未来 有一些大型的灾害事件的时候 那如果领你安全许可下 那你手边有相关的材料 其实也可以进行就是帮忙提供一些资料 或者是尝试应用看看 那我们今天进行了很多一个讨论是 在外部不管是我们资料的一个应用 或是外部资料库的一个结合 那可能在授权的方式上 以及说未来 我看到这个好像可以用 或者说这个资料库 它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做结合 其实也都可以提供给我们 那当然我们也是很缺人 去做搬运 去做整理 去做定位 以及说如果能够把它整合成下面 像是这一些批次档案的格式 其实是有机会 后续可以再跟我这边做联系 我们可以去做批次贿赂的一个处理 未来或许我们可以结合更多新的一个科技 包括说影像的一个辨识 语义的分割 或者是既有服务的整合 那我们也能够将未来 一些媒体上的相关的资讯 把它灌入到这个影像库 那有一些包括说实体的一个活动 或者说资料的一个像是奖励机制 或许也是在未来一个讨论的范围 那在最后最后就是大家如果 当然这个是公务信箱 不过应该也是用到这个月 之后会改新的 但是共笔的部分可以找得到 我不要紧张 那因为很多东西跟包括资料 目前都是整理在共笔上面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有空的时候再慢慢看 因为这个专案 我们本身在 目前有在这个单位服务第四年 然后这个专案已经从2015年到现在 应该都还会继续 应该 对 是会不要支持我们一下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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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